大家好,这里是群星坏,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说她是节目的吉祥物也不过分 不过,她的人生并非一帆风顺 有过两段失败的婚姻,还因投资失败欠下六百万巨款 近年来也患上了多种疾病 她到底经历过什么呢? 今天便给大家分享一人孔强的故事 综艺节目的御用伴奏乐手孔强 陪伴无数人青春 过去曾给娱乐圈主持界大哥胡瓜、张飞等伴奏 2022年12月11日就是孔强的63岁大寿 根据三立新闻网报道 制作单位特地定制了100个寿陶 在录制春节特别节目前替她情生 孔强也表示自己的最大愿望 是希望能开心健康地活在当下 说着说着便激动地流下了眼泪 孔强深知每个主持人的习性并善意察言观色 常常通过音乐为节目增添绝佳的效果 曾是综艺大哥们心目中公认的最强绿叶 更是台湾综艺圈一人乐队的十足 没想到事业得意的她健康却亮起了红灯 2019年她曾在节目中自爆会有严重的高低肩脊椎侧弯 年轻时为了工作经常扛着电子琴到处跑 结果高血压 高血糖 高血脂三大隐级找伤门 身体状况越来越差 甚至还罹患严重的呼吸中止症 需要带着呼吸器才能够安稳入睡 高低肩超过三公分的她 常被朋友笑说 侧着走路 孔强曾透露 平时大腿外侧都会抽筋 只是因为挨面子 不好意思用拐杖 只能拿雨伞硬撑 孔强还因为糖尿病一度爆瘦25公斤 让身高167公分的她只剩下52公斤 她也因此强调 糖尿病千万不能脱 会吞噬掉身上所有器官 所幸经过两年调养 近日已胖回64公斤 她表示 大家只要努力防疫 并好好养身体 一定可以战胜病毒的 孔强近期迷上高尔夫琴后 气色也好了很多 孔强身患多种疾病 也因此将生死看得很淡 为了不让后辈为了钱起争执 所以早早地就找好律师立好了一柱 如今 她把钱跟自身健康都交给了妻子黄佳颖打理 还嘴甜称黄佳颖是我这辈子最后的恋人 孔强的家在台北京华地段的大安区 屋龄已有16年 但屋况维持得很好 46平大的空间只有她和妻子住 小孩长大了都出去自立门户 我家也算家徒四壁 难登大雅之堂 孔强的家虽然不是走奢华的路线 但由于每个空间都很大 还是有那种大户人家的味道 孔强孝说 十多年前买家未处大安区的房子 除了离工作的电视台近 最主要是附近的生活环境很好 再加上当时的大楼公社比低 全壮46平的房子 室内空间将近35平大 当初一平才30万 现在已经涨了三倍 之前住家旁盖一栋大楼 一平120万元 我家房矿不新 当然没有达到那种地步 但我相信离一百万元不远吧 如此说来 孔强身家近5000万了 一走进她家 映入眼帘的是宽敞明亮的客厅 大约8平大 黄色皮沙发搭配大理石桌 加上酒红色的原木地板 光是客厅这台超大荧幕的电视就够吓人了 电视55寸 因为我喜欢超大荧幕 未来还要往65寸发展 或许是学音乐的关系 孔强对声音的要求很高 家里的3C产品她会特别要求 另外 家里除了厨房 几乎每个空间都有电视 她家的设计走温馨风 阳台外多了个空间 放了不少收藏品 一旁还挂了书法加曹蓉的字画 除了字画 还有关公神像和钟奎画 摆在大门入口旁 既可以辟邪 还能当艺术品 当初买的时候 一样都是无心插柳 没想到在十几年后都增值不少 这样对着神像的墙也没浪费 挖空还做了一个拉门 多了不少收纳 当初她买这间房时 刻意打掉一面墙 让空间看起来更宽敞 厨房算是旧式大楼的格局 虽然是长方形 但并不会太窄 家里其他的两个房间 分别是孔强跟妻子的工作室 我花了三百万打造音乐工作室 设备包括电子琴 大提琴 萨克斯风等乐器 由于这个房间是她创作的空间 兼录音室 计算机 电视等录音设备 因应俱全 一旁还做了一大面CD柜 够资格称为豪华级的录音室了 孔强说 她平常只会买股票跟基金 买房自以自助为原则 过去她曾经在木栅买过别墅 但搬过去之后却倒霉了大半年 她连印又搬回 几年前买的启家庵 让我又开始走运 没意外的话 应该会在这里住一辈子 而对于感情生活 她曾自曝结果三次婚 第二段婚姻更是净身出户 把所有财产都给了前妻 孔强在节目单身行不行表示 19岁时与初恋女友奉子成婚 闹出人命来了 所以我还是要负责任 但是因为年纪太轻 对婚姻的看法真的非常肤浅 细处想想 我也是辜负了一个好女人 她回忆当时常常跟着秀场天王到处工作 没有时间照顾家庭 十年婚姻最终破裂 恢复单身后 孔强在钢琴酒吧认识第二任妻子 考量女方家长希望女儿有名分 隔了三年再度进入婚姻 不过 婚后的孔强跟朋友合开公司失利 惨欠600万元 这也导致她的第二段婚姻也已离婚收场 她苦笑说 当年投资餐厅 工作室失利 欠债的支票 我一张张踢在墙上 每天看着要付哪些钱 负债时没有放过一丝赚钱的机会 几乎三年不吃不喝 才省下这些钱 她也感念 前妻跟了自己这么多年 什么都没得到 索性把剩下的财产全部都给了前妻 离开的时候 我只开一部车 还有我的一部琴 同时 感谢前妻曾经出现在自己的生命中 赞赏她把儿子交得很好 经历了两段失败的婚姻 她开始检讨自己太自我 我总是认为 我是在赚钱的人 你应该跟着我 服从我 所以你就不要说太多了 后来意识到这是不对的 夫妻之间应该要互相忍让 多为对方着想 后来 孔腔认识小14岁的现任妻子黄佳颖 两人爱情长跑六七年 因为女友的身份并不方便打点孔腔的工作 于是决定三度结婚 反正在一起一张纸给你 告诉大家她是我老婆 以后她做的决定等于是我做的决定 请大家尊重一下 孔腔描述妻子黄佳颖是个重视外表和内涵的女人 结婚二十年除了睡觉都没看过妻子苏颜 更感动的是 妻子黄佳颖为了照顾前妻们的三个孩子 宁愿选择不生 并协助打点家族的所有事情 让孔腔无后顾之忧地打平视野 我觉得这个老婆太值了 孔腔套路 妻子曾在节目中被问到 单不担心老公离婚两次的背景 她坦然地笑说 她本来就是一块石头 被两位姐姐调教后变成了一颗钻石 现在放在我手里有什么不好呢 大气又充满智慧的言论 被现场来宾赞赏不已 孔腔育有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 多年前 孔腔被目击带一位弟兄辣妹 到安和路的瓦城泰国料理吃饭 她一进餐厅便打哈欠 服务生递菜单给她 她拿起老花镜仔细端详 两人边吃边聊 对此 孔腔表示 那名辣妹就是自己的女儿妞妞 女儿提及参加客家台戏剧试剧 心情患得患失 孔腔于中心肠地鼓励她 要训练口条 有机会可以多上通告和主持活动 一老一少吃得开心 孔腔还不忘教女儿变瘦的秘迹 镜头拍到你要往后展 这样头才不会显得很大 而身为孔腔的女儿 妞妞说 一开始有抗拒 不希望爸爸的身份曝光 之前她上胡瓜的综艺大赢家 被制作单位问起才探称 2018年 资深艺人于天 爆料孔腔即将当外公 孔腔在接受三立新闻网专访时 也坦言不讳 她笑说 女儿今年满40岁 催女儿结婚催十几年 一来就是直接当外公 内心着实开心 她还套路 女儿的预产期 在2019年西洋情人节前后 原定年底办婚礼 眼看时间来不及 肚子越来越大 只好要求两个年轻人 赶紧先公正 等孙子生下来 再找时间补办 聊起得真女儿怀孕的经过 孔腔透露 平时外号啤酒王的女儿 回家总是会带着几瓶啤酒 找她一起狂饮 有一天尽两手空空回家 疑问之下 才得着自己即将当外公的喜讯 如今 孔腔的外孙也已经三岁了 他说 带孙子是我现在觉得最幸福的事情 虽然我家经常会被弄得很乱 小孩子每天活蹦乱跳 家里简直就像是儿童乐园 但是照顾小孩非常有趣 是我每天的精神食粮 自从外孙出世之后 孔腔想健康得活久一点 于是他开始打高尔夫球 和家人爬山 瘟疫爆发之后 他只能乖乖在家里当宅男 有一天 他突发奇想搬出家中的旅梯 做爬梯运动 妻子盯着他 孙子陪伴他 孔腔运动起来更起劲 自认身体变壮 加上妻子帮忙控制饮食 体重回升至55公斤 他感觉良好的说 整个人变英俊了 逐渐恢复健康的他 嘴巴也变甜了 表示 在家很幸福 老婆更是百看不腻 下辈子是否还想和老婆当夫妻 他苦笑说 我老婆说不要 因为照顾我很麻烦了 看得出 夫妻二人相处得十分甜蜜 如今63岁的孔腔 有妻子悉心照顾 有孩子快乐地陪伴 过着最理想的晚年生活 祝福孔腔 在未来的日子里身体健康 家庭幸福 好好享受人生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祝你每一天都拥有好心情 欢迎在视频下方进行留言 同时大家还可以点点关注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期待哦